卫航罗曼特斯是把小额头玩明白了 这样一台车现在26万8 跟我上车来看 这是一台非常会生活的小额头风车 来看驾驶室 2.0T柴油后驱后双胎 V90的底盘 四个座椅 环形大卡扫两张床 看防撞杠 射灯 全部都在公告范围之内 并且这车的蓝牌C罩可以驾驶 不锈钢的轮毂 车差5米9车高2米8 车宽2米2 比B型车就大那么一点点 户外的厨房 户外的燃气灶 然后折叠的桌板 户外的遮阳棚全部都有 欧式的中门 随车踏步 然后防纹隐私下连 小弟们 看这里 我超喜欢环形卡座 对卡没有环卡舒服 如果你玩过房车的话 躺在这里可以敲着腿 看着手机 看着美丽的景色 四个座椅也是这台房车最精华的部分 如果人多 你忽略它 200升的清水箱 3000的逆变器 800的锂电池和600的太阳灯板 绝对是够用 然后吐空间很多 尾巴斯特的柴油暖风机 热水器 然后多美达的空调 小米的家用变平空调 最后方就是它的洗手间了 多美达的一个旋转马桶 在这里有个三公斤的滚筒洗衣机 一体式的淋浴花伞 下城市 总共这个暖风管道是一拖四的 包括洗手间里面都会出暖风 上铺其实是一个收纳柜 如果你不需要 可以用来当柜子 上下两张床 前面这里还有一张床 三张床四个座椅 下铺当然是一个双人床 这是罗曼特斯 其实我很讨厌这个灯 这车主不知道为什么要选这张 一闪一闪的 很讨厌 是不是能控制 可以控制 采光摇控器 厨房 户外有 室内也有 如果你不够长 还可以加宽 然后这里 看到吗 双水棒的一个设计 该有的功能一样都不少 不少 思路监控 然后环卡真的实用 环卡真的很舒服 四个人开这些车 又省油又好用 来我们看一下它整体的一个布局 入门的地方有鞋柜一柜 然后这些厨房的拓展 在这里环形的大卡座 双方是双人大庄 额头的部分的全部设用 制成了储物空间 这还是叫罗曼特斯 这冰箱大 180升的冰箱 够用 双人的大床 上方是一个折叠床 并且它还是一个储物柜 最后面是它的洗手间 清清爽爽 你忽略这里的 大衣柜 下面三个抽屉 小额头的车 真的让你感觉到舒服 就它所有东西都有 车友小小的 一家人用 好舒服 26万8兄弟们 这台车归你